來看到昨天金鐘獎得獎名單出爐 最佳男主角有宰宰周宇明拿下 女主角則是資深演員苗可麗奪得 綜藝主持人獎則是張曉燕和黃紫嬌 特別貢獻獎頒給了國民天后鳳飛飛 和國民母親陸碧雲 張曉燕 黃紫嬌 綜藝節目主持人獎由最資深的張曉燕 和搭檔黃紫嬌獲得 一上臺不改搞笑本色 因為只有45秒所以我讓小燕姐說 我幫你拉 沒事沒事我的感言回去再發臉書跟微博就好了 不要不要你講你從來沒得過 我得過我得過只是那是四個人這是兩個人好爽啊 合作25年來我們母子第一次同台 然後可以一起得獎 我要謝謝 謝謝製作單位 謝謝電視公司沒有你們沒有我們 謝謝麥克風你給我停住 林薇不亂張果然是老的辣 不過在電視圈努力多年再度得獎 小燕姐有話要說 從事電視工作人 最珍惜的就是這一刻 最珍惜的就是這一刻 我要特別謝謝評審 我更要謝謝觀眾們 如果你們不看我們 我們怎麼做電視 很多人說 做電視沒有前途 但是我告訴他們 但是我告訴他們 幾十年來我都在說 各位觀眾你好 謝謝你們收看 但是我告訴你 幾十年來 這一句話還能夠站在台上說 是很不容易的 小燕姐感性地說出電視人最心底的話 而另一大獎 金鐘最佳女主角 競爭相當激烈 最後則是由資深演員 苗可麗奪下後館 好不容易奪下金鐘影后 苗可麗含淚感謝 而奪得金鐘影帝的擇勢 周俞銘回家 打敗翔敵龍少華 宅宅周俞銘一舉拿下影帝寶座 一上台 還有點不敢置信的表情 九十度彎腰向評審致謝 請容許我為你們舉一個功 謝謝 龍哥雖然沒能奪下金鐘影帝 不過苦熬多年還是有成果 以實力奪下了迷你劇 金鐘最佳男主角 我這個好朋友 他每年也參加這個金鐘獎 可是他每年看到我 落寞跟屋族的神情 他就很不捨 他說龍少華 我今年好好的 找一部戲讓你來演 再努力 我說OK 就是這一部 苦等多年的 還有資深演員白冰冰 四十年演藝錄 總算奪下金鐘迷你劇 最佳女主角 演藝四十年 碰到了好多事情 有開心的 有難過的 但不管是任何的歡喜與憂愁 都豐富了我的演藝生命 今天我要把這個獎 獻給所有愛護我的人 他用最溫暖的角色陪伴你我 他用最親切的主持風格 歡樂大家 特別貢獻獎 則是頒給了國民天后鳳飛飛 以及國民母親盧碧雲 而行角類節目獎 則是頒給了爬遍台灣百月的 MIT台灣制 而一年一度的金鐘獎 電視人齊聚一堂 所有演員和工作人員 辛苦努力 不管獎落誰家 能夠帶給觀眾歡笑和娛樂 就是最大心願